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邪说一课,我是杨小邪 美丽的周末只剩个把小时了,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眼睛一闭一睁,一个假期没了 现在的年轻人老说自己爱睡觉,其实真正热爱睡眠的人是早睡晚起 他们宁愿牺牲熬夜上网打游戏的快乐,也要去拥抱睡眠 如果你每天累计睡眠不足18个小时,请不要说自己爱睡觉 在法国人民眼中,中华民族就是个热爱睡觉的民族 法媒报道称,中国人平均睡眠时间是9个小时,这归功于中国人的午休习惯 还有晚上9时就洗漱上床,也比其他国家公民早 法媒称,在中国睡午觉几乎成了一项国民习惯,你睡午觉吗? 一,有机会都要睡个午觉 二,倒是想睡午觉哪有空 法国老铁们,你们不要被骗了,法国媒体忽悠你们呢 春困秋乏下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你说一天能困9个小时,我信 一天睡9个小时,是到养老院做的调查吗? 还9点上床睡觉,连小学生都没办法9点上床 那老鞋作业9点哪能写完? 6岁前的和65岁以后的? 65岁以后的也够呛 那个点黄金档电视剧还没播完呢 法国人还能因为睡午觉羡慕我们? 我就更不信了,法国人一天罢工800回 他们连班都不剩,羡慕个屁的午觉 当然,话不能说的太绝对 确实有公司规定午休,违规还有处罚 武汉一家公司就是这样,要求员工必须午休 不休的话,就要给环卫工买水 公司领导说,之所以定了这么个规定 是因为中午员工老爱玩手机 下午上班就无精打采 索性定个硬指标,保证大家休息 你能接受强制午休吗? 一,太好了 二,不能,我不想睡还不行 这种规定外人看着羡慕 只有不爱睡午觉的当事人 才知道天天买水有多闹心 心是好心,强制之心就没啥必要了 睡觉这种事得自愿才好 不过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 不玩手机确实能增加不少睡眠时间 前几年很流行美容教的概念 我一直觉得我长成现在这样 是手机害了我 给各位讲一则冷知识 一般人都是一个眼睛大 另一个眼睛小 而我是一个眼睛小 另一个眼睛更小 跟年轻人说熬夜猝死 他不以为然 你要告诉他熬夜脱发 他马上就去睡觉 我昨晚上失眠就合计 清朝要求全民剃发 因此秃头者不会在则偶中处于劣势 基因传播大大提高 是否能因此得出一个结论 现在脱发的人这么多 可以说都赖努尔哈赤 话说评选许久的亚太区最帅100张面孔 终于公布了 胡歌第六 吴亦凡第八 易阳千玺第十三 林根星第十九 蔡徐坤第二十二 而亚洲首帅由吴京获得 对此吴京的太太谢南发表了获奖感言 而此前的获奖热门人选 沈腾也以第21名的成绩挺进100强 不过他本人貌似对这个成绩不太满意 与此同时 亚太区最美100张面孔也出炉了 丽莎第一 石原李美第二 杨超越第三 周子瑜第四 宫邪笑良第五 迪丽热巴第六 古丽那扎第九 朱朱第十 排在后面的还有赵丽颖 刘文 西梦瑶 董卿 欧阳娜娜 杨幂 刘亦菲 杨颖 秦兰 邓子齐 吴应杰 孟美齐 杨子 郑爽 高圆圆 唐燕 宋茜 周杰群 吴轩宜 吴欣 陈霄 周冬雨 居进一 江书尹 沈岳 李嘉欣 你觉得这里面谁最好看 一 我选 谁 二 谁都不选 没有一个比 那谁好看 每次看完选美类型的比拼 我都默默告诉自己 这辈子靠不了颜值 只能靠努力了 某团外卖的服务 就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奋斗在一线的员工学习 那个 这份外卖 也给下面这位小哥白布下面放一碗吧 江苏某校大二小伙小李 在二十岁生日这一天 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 他想以此来悼念自己抑郁的十九岁 想从二十岁开始获得新生 葬礼共有五十余名同学参加 有念道词的 有朗诵诗的 和唱歌的 有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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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有朗语 是 他喜欢 他喜欢 他们 但 每天 这 有朗语 我 这 别人什么想法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被他爸知道 一定打断他的腿 这人员配置 一看就没什么生活经验 还缺个和尚道士摆道场 念经超度的 领了还得请俩小妹 表演缝头蹦迪 这个形式我倒是可以理解 以前90后经常干这事 葬花葬爱葬自己 算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吧 大概和以前亲历分手后 烧照片一个意思 也不是啥新潮玩意儿了 自导自演葬礼 那都是20年前葛优玩剩下的 我们现在玩的很多东西 都是前人玩剩下的 比如游戏攻略 汉朝就有 前两天 南昌海轰侯刘鹤木 工作人员在5200多枚剪读中 辨识出千余枚主剪 上面记载了一种 名为六伯棋的行棋口诀 也就是古代的游戏攻略 六伯是春秋战国 十分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 是象棋 国际象棋等兵种棋盘类游戏的鼻祖 海轰侯木考古队领队介绍 此次发现意义重大 以前只知道六伯棋输赢要进行占卜 棋谱复原后就能下着玩了 别说海轰侯木真的是聚宝盆 海轰侯就是一宝藏男孩啊 但你们把人家游戏攻略给挖走了 让人家以后在下面可还怎么玩游戏 真佩服这些考古专家 我看着呢 简直就是一堆烂泥 他们是咋解读的呢 人类的发展要感谢 无数奋斗在一线的科研人员 他们一点一点成果 构建起了整个人类的灿烂文明 和对世界的认知 听说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 也有望在年内面试 也不用等年内了 我现在就有黑洞的照片 还有个消息 我觉得一定得通知到各位 奔驰宝马路虎开启价格调整 全面降价 最高的降了八万 说真的别降了 我不差那几万块钱 我的买法拉利25元抵扣券 都一直还在呢 我坚信迟早有一天能用上 长期对某样事物保持关注 需要两个前提 一有兴趣 二不太能买得起 搞对象也是同理 车呢 大家先稳住不要买 我相信再等等还会降的 在等待降价的同时 也给自己工作赚钱 争取点时间 乐观估计 靠工资加降价 大概2055年 我就能拥有一台奔驰 如果年会再重点奖 这个时间还能再缩短 深圳的小李最近刚入职不久 就在公司年会里抽中了十亿万现金大奖 本来挺高兴的事 结果公司就给对象了两万块钱 还把人小李给开了 开完了说 既然你已经被辞退了 那剩下的奖金就不给你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年会大奖 随机开出一个人 台下的领导估计脸都绿了 说好的内定呢 老总挥手致意 准备上台领奖 然后发现叫的不是自己的名字 真的抽奖这玩意儿 玩不起就别玩 玩了还不对线 这么闹呢 这胸襟可不行啊 有当老板的心 不是当老板的料 当然 法律会保护小李的权益 经法院一审判定 公司因补齐奖金差额 但公司不服 还上诉了 负责人是这么说的 按照他们公司不成文的规定 奖金都是年前发两万 第二年干到年底 再把剩下的钱补上 但你都把人家开了 还咋让人干到年底 这不明摆着赖账呢吗 还不成文的规定 既然不成文 你还有脸拿出来在法庭说 闹呢 就这尿性 以后还咋招人 你也不看看 人家某副宝为了招个人有多拼 支持小李维权 必须把十一万奖金 全虚全伪拿到手 不冲钱 得对得起自己转过的井李 井李真的就是井李 不服不行 昨晚的2019年篮球世界杯抽签仪式上 科比和杨超越 将委内瑞拉 波兰 科特迪瓦三支队伍 抽进A组 和东道主 中国南篮成为对手 什么概念 在球队分档以及同大洲回避的原则背景下 本次抽签中国南篮成功避开 波多里格 多米尼加 德国 捷克 等以NBA球员为核心的强队 与三支实力稍弱队伍同组 也就是抽了个上上前 具体分组如下 A组是 科特迪瓦 波兰 委内瑞拉 中国 B组是 俄罗斯 阿根廷 韩国 尼日利亚 C组是 西班牙 伊朗 波多里格 突尼斯 D组是 安格拉 菲律宾 意大利 塞尔维亚 E组是 土耳其 捷克 美国 日本 F组是 希腊 新西兰 巴西 黑山 G组是 多米尼加 法国 德国 约旦 H组是 加拿大 塞尼加尔 立陶宛 澳大利亚 科比这手 也是挺重 把日本跟美国 抽到一组 日本代表 脸都绿了 估计回去 就定反程票了 姚明和科比 在篮球世界杯 抽签一试 后台 见面唠嗑 明显心情就不一样 科比给抽了个上上前 自然是心情大好 但这种情况下 中国队万一没出现 姚主席就尴尬了 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不管咋的 杨超越给抽了个好千 总归是好事 派锦里本里去抽 也是用心良苦啊 人生中 很多事回过头看 都是命运的安排 觉得自己命不好的写友 我建议你可以跟苏大强学一学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折腾 最近看了都挺好的写友 一定对这套操作了如指掌 我真的好可怜啊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不知道找谁 麻烦你 我怎么好意思呢 我不能住你家 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你给我订酒店 那我怎么好意思呢 那我知道一家很好的酒店 我很喜欢 快快快 现在就去 走走走 苏大强是所求 只要出手 必然得手 苏大强人生法则 吃亏是福 你吃我不吃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退我不退 能者多劳 你能我不能 二豪 为什么每部剧 你都不爱你妹呢 二十年人设屹立不倒 苏明哲这波可以 靠一句词演完一部剧 很多人看完这部剧 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亲子关系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孩子跟父母的身份 颠倒过来是啥样 很多家长喜欢把自己 达不成的目标 寄托在孩子身上 干得好了 是自己培养的好 干不好了 是孩子不行 这哪行呢 人生还得靠自己努力 这两天 补完南韩爱豆 李胜利的瓜 金爵这是个神人 一手抓表演 一手抓犯罪 为了发展事业 精通四国语言 会柔道 会十字秀 开了学院 夜店 DJ公司 还有十几家 拉面店 还不忘更新小红书 在养唱会上 还在坚持推销 癌症检测试剂 黄赌卢一条龙 凌晨一点半来单子了 五点就能发货 从他的生产力来看 韩国警方抓住这一个人 抓了好几个常规犯罪分子 老天太不公平了 我这种遵纪手法的好公民 就不配拥有天赋吗 亚洲至尊宝都这么努力 你差啥 现在马上放下手机 去看主页 去搞副业 拥抱工作 拥抱人生 下周再见 希望我们都是崭新的自己 再会 猜猜看 只是换了个结构 为什么会多出一块空缺呢 今天的邪说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参与评论互动 喜欢邪说的话 请订阅 关注我的微信 祝您头发浓密 睡眠良好 情绪稳定 财富自由 我是小邪 咱们下期见 拜拜